我们来去画各行政州地图 例如说我想要知道各州的一个销售情形 各州 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叫做state的地理资讯 state 快速点亮一下 那本来在这里可能会有很多很多 可是它现在就是以那个一个周围一个点 一个周围一个单位 那我们去画销售好了 sales 当然在这个地方以sales来去看 圆圈圈越大代表这一周越大 那在这样子的情形 我们可能可以看一些什么是这个 这个点是不是纽约州很大 然后这个叫做加州也很大 就是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两周是很大的 可是通常这样子来去看 我们比较不喜欢 我们最好是把面积大小也加进去 请你们要知道这边有一个很棒的功能 就是这个地方 我们不是把一个周用一个点来呈现 而是一个周用 比较不喜欢 比较不喜欢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这个意思是指说 它会直接把一个点去画满 画满 那可是这个时候呢 这个 这个点已经画满了嘛 那我们建议是把 刚刚的加总不是用大小 大小它就直接呈现那个值 建议把它用颜色 用颜色来呈现 用颜色哦 这个颜色代表什么意思 我们公司的主要的销售 主要销售好像以东北 南部 东北是以纽约州 南部是以 Tesos应该是德州 然后加州 还有左上角这个是 华盛顿州 华盛顿州在这边啊 华盛顿第一次我去 然后我记得华盛顿州不是在这边 华盛顿州是特区耶 好不管 反正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看Sales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 它就是用类似这样的颜色